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来插播最新的现场连线消息 李文中今天仍然持续在南投县的各地扫街拜票 但是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 他也成为新闻焦点 很多媒体记者都追逐他所有的相关行程 不过李文中因为了一个秘密行程 不是秘密证人 是一个秘密行程 而双簧线操车想要甩掉记者 我们来看现场最新的状况连线给记者朱显明 好 主播民进党的南投县长参选人李文中 一改上午猛烈了炮火攻击的态度 下午是转区的低调 尤其你可以看到画面中相当特别的是 在拜票的过程中李文中是不断的讲话 因此他是没有空来理会选民 但是事实上原本党中请他说 不要破戒在拜票的时候抽烟 但是可以看到李文中似乎有许多的心事 放在心上 因此他是烟不离手 而到底这个电话是来自哪里呢 根据了解有可能是党中央蔡英文主席 要来请他报告一下说 前一天是否有同党议员 也爆料说他的确有跟江青男友碰过面 不过在接完这些电话之后呢 可以看到李文中呢 他的坐车的快速的取消的行程呢 在南投山道上呢不断的来超车 他一次是要赶到一个某些特别的地方 同时他还请他的人员呢 赶紧的说不要再跟车了 我们来听一下他随行人员的说法 在呢告诉我们呢 不要再跟车之后呢 这个李文中的坐车的快速的离开 上了高速公路呢 速度的快的连记者也赶不上了 事实上这个电话到底来自于哪里 事实上下午的李文中的 拜票行程呢显得是异常的低调 同时他事实上呢 原本的下午要拜票到了三四点 甚至到五点的行程呢 是全部的取消了 而事实上可以看到现场呢 有许多这个维安的这个CID的刑警呢 在随行的介护 但是呢李文中呢 表情呢看起来呢是有些焦躁不安的 到底呢这跟整个的明天无奎提告 或者是说呢 党中央要请他报告些什么事情有关系呢 相当的令人玩味哦 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呢 李文中今天下午公开的拜票行程 是通通都取消了 改为私人行程 而是他在接了一通很长的电话之后 才取消了相关的拜票行程 通电话到底是谁打给他的 有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 比拜票还要重要 我们来看呢 李文中出面指出这个 吴敦义跟江青梁哦 疑似这个政商勾结的 这个状况发生之后呢 民进党的草层政党部的主委黄文军居然还跟江青梁一起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呢 说李文中也曾经拜访过江青梁 两个人还曾经坐下来喝了茶握了手 江董与李文中廖子佑一言 江董请李文中廖子佑坐下休息喝饮料 理所当然一定会寻求江董的支持 江董与李文中廷要如何处置我 本人已不在乎 深不知只说出了实话 就会受到如此重大的冲击 本人再次说明 本人绝会受到恐吓或指示 他有拿一杯饮料给我啦 他就很好累 如果人去的时候都会 就是拿一杯 温金是有在场 还有我嘛 因为夜市很多人啊 夜市里面一定很多人 所以就是礼貌性握个手 那个李文中就是说 人很多要趕快去拜票 现场有很多人嘛 现场很多人当然看到人 算起的人都也是这样 看到人就是礼貌性要拜访 要握手嘛 看停留多久 一世那久啦 差不多 没一分钟吧 所以有江青梁 有李文中 在的这个现场上面 还有黄文君 跟这个廖紫佑议员 就这么多人一起见了面 不过李文中一开始的反应 也是说他从来没跟 江青梁接触过 民进党对于黄文基 军以及李文中 上演的这个内讧事件 也发出了一个新闻稿 当然呢民进党已经说 要开除黄文君的党籍 所以黄文君才会有 刚才的记者会做出反击 那民进党中央是说呢 中央党部现在也收到了 南投县党部的公文 要对黄文君在记者会上的 不实陈述 以及对民进党的指控 党中央会依相关的规章 下周三 中常会处理 显然是要开除黄文君的党籍 用最重的处分 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他们不相信黄文君的版本 他们相信李文中 所以说呢 对于黄文君的不实陈述 认为刚才黄文君所说的是 不实陈述 这是民进党到现在为止的 这个态度 不过这整件事情 民进党好像也没有 找黄文君来调查 说到底李文中讲的是对的 还是你黄文君讲的是对的 就这样子的处理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在选举期间 就只是为了选举 而不愿意找出这个真相 你不讲十万块了吗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十万块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 黄文君跟李文中了 那黄文君一个版本 李文中有两个版本 他第一个版本 相对比较轻描淡写 第二个版本比较接近 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的真相 但是我觉得黄文君的版本 跟李文中的版本 距离我们现在所知道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有落差 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 那个李文中去夜市 好几次 他说不下十次 那其中有一次到两次 碰到这个姜董 那有握手 然后呢 我在上个礼拜我就猜到 说这种情况 姜董一定会请他喝点茶 还是来坐一坐 那个另外一个议员候选人证明 是有喝了饮料 前后一分钟 好 那现在 黄文君给我们大家的感觉 就是说 文中很爱姜董的票 拜托他介绍姜董 那那天他带李文中跟那一位 宪院候选人去市场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这个李文中的第二个版本是说 他见了 但是呢是所谓不齐而喻 要如何解这个谜团 这个是有点罗生文了 其实要叫黄文君和李文中 两边对指一下 因为这里头有几个点 其实一问就清楚了 那我觉得党中央为什么不做 我觉得党中央恐怕叫黄文君 恐怕黄文君也可能不愿意来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是可以问的 比如说当天 这个黄文君 有没有事先打电话给姜董 说要帮我们电话去 还有有没有给李文中讲说 你正常说他给他拜托 就是说你拜票我可以要做 还有他那天带的去是 一开始就去拜票 就去这样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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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碰到姜董 还是一开始就带李文中 去姜董的办公室先坐 先坐 第一先喝 说好了 甚至在夜市都还有广播器 会说国家 国家帮忙的主人 我们现在也没电话来到 拜托给大家去 甚至会讲 那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说 不去现场办公室 但是李文中到的时候 姜董在夜市场的门口 欢迎李文中 然后陪李文中 拜这个瘫痪 拜一段 不一定从头拜到尾 那起码要拜一首一首 要拜一爪 我觉得这些只要一问 到底是不起而已 还是李文中的拜托 那个黄文君那天晚上在执行 那这是个还漏了一段 就是说到底李文中 要求这个姜董的票 如果姜董手下的票 自动任意过来 李文中当然接啊 谁都接 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说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的票庫里头 有没有黑道的票 我怎么知道 当然有啊 有些黑道很佩服我的作为 当然投下去啊 关键不是这个黑道的票 有没有进去 是姜董可以指挥的票 有没有明示暗示 宣布说我姜董支持李文中 你们要投他 那 姜董就说他没有支持李文中啊 李文中回去 现在关键不在姜董有没有 姜董他说没有 我也相信他没有啦 但是李文中回到南投以后 有没有为了胜选 特别拜托跟姜董 有交情的黄文君 特别把他砍耍 特别让他去看看 特别抗认这条路 打得通打不通 这件事情 李文中有没有做 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求证 因为两方会各自一词 但是那一天晚上的见面 的细节是可以问得出来的 我觉得李文中他讲的是这样 他说他回到南投 还回去几天就知道江青梁这好人物 然后呢也有两个朋友 要介绍他认识江青梁 寻求他的支持 但是他不屑 不屑啊 就是这种黑道的票 不要 没了 没了 为什么 没了你就是碰到江青梁 头转啊你就走了嘛 你看去你店家喝茶 一分钟也好三十秒也好 要去像沈树雄一样 像黎明之前不知道是谁 去到那边一看 是黑衣人一看觉得是黑道 车子一转就走了 这个才真的是叫不要 没了 是不是 你事先回南投 你不要江青梁那票 你 人家要给你介绍你也不要 他讲的是用不屑两个字 不屑你去跟人家喝茶喝什么 所以 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因为选举搞成这个样子 江青梁没有选举 人家做他的生意 做得好好的 那你如果觉得他不法 你就告发他 让他去坐牢 假设去撤销 为了选举搞得 就是罗生门 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真相 各说各话 又没真相 不会有什么真相 怎么每件事都没真相 吴敦毅跟李文中的事情 也没真相 李文中跟江青梁的事情 也没真相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 我觉得李文中是可惜了 因为他 毕竟跟其他民进党的委员 我认为是比较不一样 跟那些什么三宝级的 我都觉得比较不一样 一个算机算到这个行 我实在不晓得李文中 在选上去有什么意思 就即便他当选又如何 因为选举有一个书 即便你当选又怎么样 你刚刚这个益鸿兄讲得很好 这个因为今年农历是润五月 所以农历六月 其实我们国立已经七月底了 也就是说在一周刊爆发这个事情之前 你就认过江青梁了 一周刊还不赢 你文中你就跟江青梁认过面 可是你为什么要跟吴敦毅一样 跟李朝青一样装不熟呢 为什么装不熟 本来李文中的版本是什么 我没有直接间接认识过这个人 直接加间接 他有一句拜 这个主持人他讲说 我是李文中我从不说谎 你这句就别了 你就算会大 你搞道德标准的新潮流 很厉害 不厉害 所以我说李文中还有机会 李文中就退选了 你就退选了 你要选 你明天 與其让吴敦毅去告你 我不要选了 那不要选就不要选 不要再掰什么 黑道恐吓我 我怕我 我人身安全 不要这样 你就说我退选了 所以李朝钦和吴敦毅也不错 李文中也不错 你叫大家要选怎么 所以我认为我 我是真公平 行政医院叫八十医 李文中叫八十医 李文中叫八十医 就是八十医 讽刺的是名字里面还有义还有忠 又忠又义 最后提一下 宜蘭蔡先生 你要帮吴敦毅讲话 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是不赞同 我对马英九总统 我是很有意见 马英九总统 你礼拜六 刚刚沈医师的提到 礼拜六他去帮李朝钦站台 跟吴敦毅同台 那你觉得你的行政院长 是可以这样 讲话翻车车 那我没什么意见 我只能在他评论立场 我看不起你这个总统而已 你觉得这样的行政党是可以的 一下子说出国是观光 一下子又说是考察 一下子又说不熟 什么十几年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个行政院长的诚信 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觉得说 我不要跟张姜新良熟啊 他说我知道他犯过罪啊 你之前不是说 看了一周刊 哎呦原来 好啊 每次讲话 要死买完 我对吴敦毅看起来 因为吴敦毅我没有投票给他 前天啊 有台有一个 行政院长又没选 对 因为最近某杂志有个民调 上个月有个民调说 吴敦毅的民调比马英九高 这吴敦毅出来选 选什么都好 看选什么台北市 清北市什么什么的 随便选什么都好 你看吴敦毅会不会上 哎不要当副的哦 自己出来选哦 你看他抓不抓 你看他抓不抓 这个随便什么地方都好 你去你去选择看嘛 你就这么明亮 所以我说 马总统不讲话 我就认为马总统 跟吴敦毅一样虚伪啊 好 这个这个 周英雄常常讲的 常讲的啊 平常无能软弱嘛 我那时候对马英九的批评是虚伪 我们先进广告